大家好,我是三喵先生,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前两天针对唐山这件事情啊,我说了一番话 那番话的原因大概就是唐山这样的事情是普遍的真实存在的 面对这样的事情,我们普通人能做些什么 在那期节目里面啊,我说过建议给孩子们看一些非虚构的书 那么这个节目播出之后,包括文章发出来之后啊 这有观众和读者在底下留言什么呢,求推荐非虚构的书目 关于这个啊,我去年的时候曾经在评点明朝那些事 那本书的文章后面是附有一个我觉得写的比较好的中国史和世界史的一个输入啊 这个有兴趣的大家可以去翻一翻 那既然这样大家留言,那肯定是冲着比如说孩子能看的非虚构等等等等 那好吧,咱们今天就来聊一聊 我心目中我觉得可以给孩子看的一些非虚构 以及一些我觉得不错的一些虚构的东西 比如说,说到非虚构,咱们开始 第一个,我特别想推荐防龙的作品 这防龙啊,那个郁达夫曾经说过啊 这个防龙的笔有一种神奇的魔力 无论多么枯燥的知识啊,经过他的笔触之后 马上就变得特别的生动了起来啊 我能记起来有那么几个啊 人类的故事啊,宽容 太平洋的故事 还有这个防龙地理 我觉得很是可以推荐孩子们读的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 上小学的时候在三连书店买过一本防龙地理 那本书的特点是什么来着 他过几页,马上就会有插图 就会有插图,都是他自己手绘的 画的水平按照专业的画家来说 可能还欠点火候 但是对于这整个的读者来说 读起来还是颇有趣味 那至于我上高中的时候啊 有一个他的文章是选境课文的 就是防龙的那个宽容序言里面 讲到的一个山谷里面的一群人 然后有一个人翻出山谷 看到了外面世界 然后回来被砸死 这样的一个故事 这也是选境课文里面的 如果让孩子们去读非虚构 我觉得首推什么呢 防龙的人类的故事 听着书名就知道了 这其实是写给孩子们的一本 世界通史 写的不枯燥 而且里面的很多东西 保证都是正确的 而且这个孩子们读了之后 也会明白 我们这个世界 其实不像想的那样子 happy ending 其实也会有很多很多的一些 让人很难过的一些事情 那怎么办 那这些问题就可以交给孩子们了 对吧 那除了这个之外 我想推荐的第二本书是这本 迪更斯讲英国史 我们知道迪更斯这个人 我就不用废话了 这个是英国著名的文学家大文豪 可以说是整个英国文学史上的一座封碑 他来写英国史 文学笔触特别特别的棒 他的这每一张每一张我去读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可以说是费寝忘食的去读 那这里面很多很多的人名啊 地名啊 这样的一些东西 我都会不会认为 这个是阅读的障碍啊 很遗憾 这样的一个大文豪写的这个国别史啊 目前为止 我只找到了这个迪更斯写英国史啊 我并没有写到 讲到什么哥德写德国史啊 或者这个雨果写法国史啊 托尔斯达写俄国史 鉴于英国在整个的世界历史上 也是一个挺重要的国家 而且整个的英国史里面 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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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东西啊 跟这个很多的英剧啊 跟现在很多很多的这种流行文化 时尚文化也是有关系的 我觉得读读这些没有坏处 而且文学家写历史 他的可读性 总比这历史学家写历史 要可读的多的多 然后另外呢 要推荐的 我觉得可以给孩子们读的 比如说这本 盖伊萨姐 一个德国士兵的苏德战争 回遗路 被遗忘的士兵 有人说啊 你这 你这是不是太残忍了 不 男孩子 因为我自己是男生嘛 这个 这很显然 对吧 这个男孩子总是有这种 当兵打仗 当英雄这种梦想 冲啊杀啊 抓活的 就这个样子 真实的战争 不是这个样子的 国内某著名历史老师 曾经说过 对吧 你上战场上 蹦一下 这炮弹炸开 这边飞来 你同胞一腿 那边飞过来 你同胞的肠子 肚子 不浪骨子 哇 你这人整个就疯了 对 这种感觉 对吧 呃 跟英雄 强骨灰飞 灰飞烟灰灭 可是啊 看上去很酷 可是你这 灰飞烟灭的那些强骨们呢 那几十万人呢 那也不会说话 对吧 那当然 推荐这本 接下来还有一本是什么呢 安妮日记 也是讲二战的一本书啊 这个我一个朋友曾经抱怨说啊将来二战研究是不是就只剩安妮日记了 从我这个人的角度看来如果将来二战只允许留一本书 安妮日记也不是不可以 因为这是整个战争期间普通人他的一个喜怒哀乐 当然每个人都可能是那个作者安妮弗朗克 他自己记下来很多事情看起来很无聊 自己的下场那么悲惨 但是在命运的洪流面前个人如蝼蚁这种感受 小孩子越早知道越好 那我想说的是大家可能都会遭遇不幸 那或早或晚都会遭遇各种不幸 甚至可能是很残酷的东西 有心理准备 总比没有心理准备也好 那推荐完这些呢 那我觉得孩子们多多稍稍得懂点经济学 那经济学关于这些入门的教科书 入门的这些书很多 我自己是看着曼昆 他的经济学是入门的 但是现在不同于以往啊 有很多很好的这些经济学的入门的 或者给孩子们看的 比如说有一本书叫牛奶可乐 经济学这本书大可以去看一看 经济学我们学它 干什么 我不是说去算账啊 当会计 像我们有一笔账要算 或者说我们去做一些很高深的去去去 做一些政策 也就不是这一点 经济学 让孩子们明白一个最起码的概念 就是做任何事情都是有成本的 家里的灯开了 那是要付电费的 家里的自来水龙头拧开了 那是要付水费的 很多时候政府说免费的很多东西 那都是纳税人的税等等等等 孩子们只要有这么一个概念 任何事情万物都有成本 明白这一点就能够看清很多事情 不被很多的谎言所蛊惑 这也是一本书 那还有什么 上野千赫子的一本书 叫厌女 讨厌的厌 女性的女啊 这个我不是女权主义者 我在很多场合 我都明确的表示这样的一个观点 但是不管是不是女权主义者 我们都要承认啊 女性在当代社会当中或多或少的 或明或暗的 总会遇到各种不公平和歧视 这是非常非常遗憾的事情 而且我在陈述这些的时候 我并没有在陈述一个观点 我在陈述的是一个事实 很多时候看似对女生的很多优待 其实隐含着很多隐性的歧视 那么日本的女性教授 上野千赫子 在厌女这本书里面 至少她把这些事实给描绘了出来 那我觉得这本书 不光女生们可以看一看 男生们也是可以看一看的 而且大家要明白 这本书写的是日本 这是一个高度发达的社会 一个国家里面 在东京尚且如此 那么在很多不如日本的国家和地区 女性的生存状况是什么样子 所以说怎么说呢 女生们如果真的变得单纯善良 我觉得可能未必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 善良当然是要的 但是不要那么单纯 不要那么的innocent 这个猫咪可以innocent 但是作为人 在这样的一个险恶的环境里面 就不要那么的innocent的好 那接下来的两个 不算是书 是从书或者杂志吧 首先是National Geographic 国家地理 美国国家地理 他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文章 就是他的这个书 什么特点来着 同版纸采印印刷 印刷他非常非常精美 当然我说这些 可能是对一些英语比较好的孩子们说的 很多孩子就是英语已经很好了 我见过一些小学四年级的孩子 他们做托福考试阅读题 能做二十三分 这个英语水平 去读国家地理的文章 是绝对能读得懂的 但是这些孩子有一个什么问题 英语OK 但是整个的英美的这种思维习惯 完全不具备 对吧 那怎么办呢 我觉得是可以看一看 National Geographic 挑感兴趣的东西去看吧 你像我当时是对恐龙 古生物这种东西去感兴趣 OK 我就去看 看了以后呢 然后就知道 哦原来除了这些事情之外 国家地理还有讲人文 我记得他会讲到阿富汗的事情 会讲到伊斯兰世界的很多事情 会讲到各种各样的文明古国 他们的一些历史的累赘 等等等等等等 写的非常非常深刻 有些东西 就算是一时看不懂 这种新闻风格 这种style 会影响到这些孩子的这种思想 和这种写作风格 我后来相信我自己 很多时候写文章的风格 是受了这些影响的 OK 那么到最后啊 我觉得可以推进个孩子 一套百科全书 当然说到这个 我觉得咱们国家 这个做儿童出版的这些 就挺惭愧的 我小的时候 还有少儿百科全书这种书看啊 现在这个少儿读物 好像大家做的都挺不认真的 那怎么办呢 给大家推荐一套 国外的渔鹰社的一套书 它不是一套书 是一个系列的书 Ospry这个 比如说我这里手里拿的这本 是讲二战的 日本的航母 对阵美国的航母 当然除了这个之外 它的整个的丛书系列啊 渔鹰社的丛书系列 上到古罗马 古希腊 甚至到中国的商朝 一直下到现代 很多很多历史大事件 都是有的 我自己呢 也是有幸翻译过其中的两本 一个是英国的这个轰炸机 去怎么炸陈提尔皮茨的 这本书已经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了 那么还有一本是已经交给出版社稿子 是这个渔鹰社的罗马和战争 那当然渔鹰社出的书 比如说万里长城 那中国的大运河 然后你在比如说法国大革命 美国的内战等等 无所不包 每一本书大概就这么厚 然后里面真的是 我们说图文并茂 那图文并茂 什么都有啊 然后这个英语呢 也不难 真的不难 比国家地理要简单一些 对 针对那些 就是英语很OK的孩子来说 我觉得读这些 至少你能知道历史上发生过什么 至少你能知道整个外面的世界 不是白雪公主 不是童话世界 不是小白兔 小红帽 大灰狼 不只是这些 可能有的是一些很残酷的事情 这些东西早知道早好 当然虚构类的一些东西里面 也有类似的 揭示一些阴暗面的东西 比如说方思琪的初联乐园 你比如说 宫崎骏的动画 再见一个萤火虫之墓 你再比如说 有一个日本动漫叫 在这世界的角落 我觉得都是可以去看一看的 因为我一个朋友的话说 即使你看虚构 你如果去认真体会 你也能够体会到 这个世界的一点点的真实的情况 比如说Harry Potter 邓布利多最后 死的野狠窝呢 对不对 他并不是那个 想收拾谁就收拾谁的 那对吧 那个善良和正义 必须得有所警觉 团结起来 才能够战胜邪恶 而不是等着 被谁去拯救 等等等等等等 总之还是那句话 知道这个世界的真相 没有坏处 可能残酷 不知道会在哪个拐角 等着我们 或者我们的家人 但是呢 对这些事情 如果早做心理准备 可能至少在心理上 会好受一些 行 当然关于这些 推荐这些书啊 大概也就这么多啊 我可能看的书 也非常有限 如果大家有更好的 推荐书的 也欢迎跟我交流 行 咱们今天就聊到这么多吧 下伙伴也累了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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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